针对某些出租车计驾器增加坐壁装置 俗称跑得快 10月31号 济南市公共客运管理服务中心 联合济南市智监局计量处 济南西站管委会交警部门 共同对出租车进行检查 设卡地点位于济南市西客站公交枢纽附近 检查通道设在出租车的必经区域 在这里经过的出租车 无一例外 全部要接受检查 把火洗了 把火洗了 不要着急 你咽起来了 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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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铺呢 铺比器呢 铺呢 拿出来 铺比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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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拿出来 拿出来 这就是那种新买充信号发射器 它就改变这个挤压器那个买充信号 它有时候的遥控器在这个地方放着 或者有时候在这个地方放着 它这个东西在这插着 它这个 这是一套 遥控器加上这个 干涨器是一套 这辆问题出租车来自天府出租车公司 驾驶员大约50岁左右 被抓现行后 它神情比较紧张 对于记者的问题 驾驶员用一连串不知道回答 随后 这位驾驶员一边打电话 一边远离检查现场 在他车上发现的脉冲信号发射器 有两部分组成 一个是遥控装置 一个是接收器 体积比较小 乘客乘车时不易被发现 因为控制 它用这个买充信号 感到这个机箱 行车过程中 它按多少次的话 这个东西的话 随意是吧 对 它这个司机子行控制了 它什么时候想按一下 按一下 想关就关了 灰键是个开始键 按下去之后 功率数就会跳 当它按红键的时候 就停止 这种脉冲信号发射器 通过干扰计价器脉冲信号 来改变出租车行驶里程 达到蹦字的效果 于站长还提醒 乘客乘车时 注意车辆计价器是否存在功率数不正常蹦字现象 从而避免上当受骗 沙冲信号计价器的第42条规定 这个在使用计量器具时加强作弊装置的 没收计量器具 和相应的违法所得 并出500案以上 两案以下罚款 这个我下一步 我们会和之间部门继续加大联合的执法的力度 保障乘客的合法权益 争备吮업购档 并看看 Cooper